欢迎收看有熊老师陪你教数学 那我们这一集呢 要把这个函数的观念跟应用问题结合 还有跟我们前面学到的这个斜节式的 思考这个二元方程式的问题来做结合 我们会发现呢 其实这个线形函数呢 它就是能够在平面坐标轴上面 画成一条直线的 就叫做线形函数 包括一次函数跟长数函数 所以既然它可以画成一条直线 也就是它其实可以视为是一个二元一次方程式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斜节式的角度 取得斜率来去思考它 尤其为什么我们要教斜节式的目的 其实就是在于说 尤其用这个角度来思考 会比较贴近生活的实力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使用在函数计算上面的话 我们这个上一次的作业 如果我们使用斜率的概念 斜节式的概念来看待它的话呢 我们先看第三题比较基本 F of 5是4代表 x是5的时候 y是4 也就是它过5 4这一点 那F of 3是2代表 x是3的时候 y是2 代表它过3 2这一点 那请问 它问的是F of 4和F of 2 其实呢 就是你要先把这个函数求出来 那我们前一集教的是说 你设A x加B嘛 那5带进去 5A加B是4 3A加B是2 球节A跟B 那在这一集呢 我们就用图形 用斜率的角度来想 x是5的时候 然后y是4x3的时候 y是2 那这个x少了2 结果y也少了2 请问x加1的时候 y会怎么样 x少2 y少2 x少1 y少1 x加1的时候 y也加1 所以它的斜率是1 所以y等于F of x等于1 x然后加多少呢 思考这件事情 如果x用0带进去的 不对 思考这件事情 把这个5跟4塞进来 求这个k嘛 那x是5的时候 y要是4啦 所以k其实是-1 那这样就求到这一条式子了 y是x-1 那F of 4的时候是3 F of 2的时候是1 所以答案是4 可以吗 同样的道理来看这一个 那F of 2分之1是2 F of 3分之1是3 请问F of x 从2分之1到3分之1 其实是扣了6分之1 大家可以减快一点 3分之1-2分之1是6分之3 减6分之2 F of 2-6分之3 所以是负的6分之1 那x扣6分之1 结果y加1 所以如果x扣1的话 y其实会加6 所以x如果加1的话 y其实会减6 所以这个y它其实是-6x的把这个带进去 2分之1带进来这边是-3 那所以这个是2 2会等于-3怎么样 加5哦 可以吗 那所以这个F of x就是这一个 对 F of 1等于负的 F of 2等于4 那要注意呢 就是我在这边写这一条式子 它不是说F of 1等于F of 2哦 如果F of 1等于F of 2的话 那它其实是有两个x的值带进去 函数值却会一样 所以它是常数函数 那但是呢 我这个是负的 换句话说呢 它这里的意思其实是F of 1会是4 没有错 但是负的F of 2才是4 也就是说F of 2其实是-4 那x加1的时候y减了8 所以这个其实y等于-8x 那-1带进去 也就是说4会等于-8怎么样 加12哦 更正 更正 还没算完 因为它要求的是F of 3 那所以F of 3的话会是多少呢 F of 3的话就是3带进去-24加12 F of 3等于-12 可以吗 看上面 那我刚刚说了 如果F of 2会等于F of 5 所以就是常数函数 那F of x就是-3 所以F of 6-F of 2呢 就是-3-3 是0 来 弹簧的长度是根据法码来推估的现行函数 那如果挂7克的时候弹簧长是1.3 挂15克的时候弹簧长是20 挂7克的时候是13 挂15克的时候是25 那求挂1克的时候是多少 如果这一题你像之前这样子 那就是说你去设这个弹簧长度 我们写完整一点就算是好 这 长黄 长 X X 挂中 因为弹簧常是法马重的函数 所以我们把参数设x 弹簧设y 那么弹簧常是法马重的函数是ax加b 那如果x是7的话函数值是13 x是15的话函数值值是15 那这样算其实不太好算 所以在这一题我们可以运用这个斜解式的概念 x是7的时候是13 x是15的时候是25 所以x加了8 那他的这个时候他的这个y呢 他加了12 x加8的时候y加12 尤其在现在我们已经学过比了 对不对 8比12同除4 所以是2比3 所以x加2的时候y加3 x加1的时候y是加1.5 所以这个y等于这个1.5x 然后再把其中一个值塞进来 塞这个7进来 7乘1.5是10.5 3、5、7乘在一起是105 所以挂7的时候是13 那这个13会是10.5加k 那k是2.5 所以这个是他的这个函数关系 可以吗 那球挂1克的时候重视多长 所以挂1克的时候就是2.5加1.5 所以答案是4 可以吗 有的时候题目会反过来问你 那说这个 那如果把他想象成挂重视弹簧的 弹簧长的这个函数 也就是x是f of y 可以吗 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式子会写成怎么样呢 长度从13变成25 所以长度加了12挂重加了8 所以如果长度加3挂重加2 如果长度加1挂重加2分之2 所以他是2分之2x 然后一样塞一个子进去 那我们来看 如果挂7克的时候 弹簧长是13 所以这个是13带进去 结果函数只要是7 7等于3分之2 就是26加k 那7本身是3分之21嘛 所以这个k是3分之-5 然后我们带另外一个验算 25带进去会是15嘛 这个15会是3分之 25带进去是50减3分之5 3分之15是15 所以如果我们写成是挂重视 这个弹簧长的函数的话是写成这样子的 这个我们在前几集的时候呢闲聊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讲到这个哲学 那感觉好像哲学都跟我们没有什么关联 其实哲学至少跟一件事情有非常大的关联 就是写作文 写作文 未来好像升高中要采集作文分数 我们都知道写作文比如说议论文或者是其他的文种 有的时候会要这个所谓起承转合 那起大家都知道了什么 做题法 开门见山啊 首尾呼应啊 那承就是接着写 那转呢 要转去哪儿 那这个时候呢 很多时候就会跟这个 你的哲学的思考角度有没有很丰富有关 比如说大家如果在高中 那有机会会读到一篇文章叫做见 有一天我跟我的学生聊到这篇文章 那我学生对这篇文章发表了一个非常精辟的 简洁又精辟的这个 他的读后感就是 无聊 因为这篇文章感觉好像没有在讲什么 他就是告诉你很多事情是渐渐渐渐的发生 那我就跟他说但是这篇文章呢 他还是有蛮具有教学价值的 原因是因为传统上我们都会认为这个国文 你们假如仔细看你的课本 国文都会有一种这种文仪载道的功用 就是好像我们今天国文课本里面的每一篇文章 都要跟你讲一个大道理 那于是呢 学生很容易去捕捉这个课文 主要要讲什么 要叫你孝顺啊 叫你不要放弃啊 叫你要懂得感激啊 叫你要了解这个什么腐蚀接文章 然后要及时读书啊 然后要有正义感啊 见为资助啊什么有什么样的 但是呢反而就忽略了文学本身 它具有艺术性的成分 我一篇文章要怎么样写的好 那见这篇文章呢 我的这个学生其实没有说错啦 就是他的确是一篇 你以文一载道的角度来说 他根本没有在讲什么 他是挺无聊的文章 但是呢如果大家有机会 就算不是这个高中生 你可以去上网搜寻一下就可以看到了 但是呢这篇文章呢 作者展示了他的这个写作能力 就是他在不同的章节里面呢 不断的转换对见这件事情的观点和描述 那为什么他可以做到这样子呢 你们仔细去想想看 他其实就是运用了一些哲学的想法 那有一些人会采用比较解构式的角度去说 就是说你要怎么写文章 他说用这个 我们在处理一件事情 所谓这个5WH 这个who 谁 比如说我要讲见 谁见见了怎么样呢 见见的什么了呢 what when什么时候见见了呢 然后还有什么忘记了 然后how wh是how 这样子 如何见见的呢 但是我是觉得说 不是这么字式化的去分析 而是说以哲学的角度来说 甚至我们可以 还有一个是why 为什么要见见的呢 这样 那我们可以去以哲学的角度来想说 到底什么是见 在见这篇文章 什么样是 到底见见的 到底是什么 那在见这篇文章 他就有 他最精妙的两段 就是在讲说 见其实是一种时间的演变 所以 那甚至我们可以跳脱 或这个作者给我们的引导 我们自己来想想看 什么是见 那我们可以说见其实是一种心灵的感受 你如果没有感觉的话 你就不会有这个见见的这种感觉 你如果不比较你就不会有了 或者说见其实他 总是会让我们忽略掉一些重要的事情 你默默的就流失掉了 你可以把见讲的很负面 那就是说你用 我们上一次提到什么是哲学 哲学就是说 以主要两个范畴一个形上去 就是说什么是 你看就是what 什么是见 还有一个就是说见好不好 好不好 那用这样的角度来去思考一个题目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有很多切入点 那就可以做到这个 所谓起层转合里面的转 画风一转 其实见他是一种 这个可有可无的概念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很短暂的剧烈的变化 或者我们如果把尺度调整的话 我们觉得渐渐在发生的事情 如果你仔细的看 你会发现对蚂蚁来说 这是很剧烈的发生 或者说你以小时间来看你可能会发现怎么样 或者我们认为渐渐转变的事情呢 其实里面都有剧烈的变化 只是我们忽略掉了 比如说我们常常会说这个有一个人 他很坚持的朝着他的理想 于是逐步的成功 也许他这个过程中 他不是真的就是这样子 你知道渐渐的成功 而是他突然失败了 然后或者是他突然灰心上次 但是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过程因为我们的尺度拉得很大 所以我们都忽略掉了 所以剑本身可能是你自己观察者的一种忽略 对不对 那么到底什么是剑呢 我们可以用比较哲学的角度去分析他 就可以找到很多写作上面的切入点 那要如何让自己有这些哲学角度呢 就是要观察这个社会去思考 其实我刚刚讲剑是一种心理层面 他跟什么有关 跟相对论有关嘛 对不对 时间是一种相对的概念 跟喜欢的人在一起 你就不会觉得时间流逝的很快 要你写你都不会写的住院 你就会觉得怎么时间走那么慢 跟喜欢的人在一起 你就会没有留意到时间很快的就流逝了 所以就是说呢 有的时候帮学生补充一些有关哲学的知识或书籍 会对他们的写作有帮助 我们有机会未来再来聊 这个刚刚这一题 某家宅配业者的收费标准如右图 最低月费是80 那请问如果我只想要付80块 我最多可以装到多重都还会是80 就是在问这里 可以吗 所以说 那我们来看刚刚这一题 这个其实跟大家孙生抱歉 刚刚题目出不好 这个地方应该要改成100 要不然这边求出来是负的 如果你有算 然后你发现你这边求出来是负的 应该是负10吧 那你没有算错 你算对的 那不好意思 那这个把他这个题目这边改成100 那这样子的这个问题呢 他其实就是要求这个 我们把这个函数求出来 那这个点呢 他其实是110 112 对吗 然后这个点呢 他其实是300 然后写这里300 然后150 这样子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来找他的写率 所以他的X其实增加了190 然后Y是加了38 可以吗 那这样子的话呢 他的写率你真的去算的话是0.2 或者说1.5 不过我们不一定总是要把这个数字实际上求出来 我们在前面几集里面介绍了这个用斜结式的角度看待三点贡献 现在这个三个点就是贡献 所以说呢 他想要知道最低运费100块的时候 我最多可以装到多重之后就开始不止100了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从这边就写100 我就直接去推论 我们不一定要把斜率直接求出来 完整求出来 我只要去找到一个最减整数比 可以约38 所以如果X加5的时候 Y会减加1 那现在Y 从150到100是减了50 所以X应该要减250 所以他从300掉到剩50 所以如果这一题呢 我们把这边改100的话 那个最低运费100元 其实可以装到50件行 50克重的行李 只是这一题 那么这是我们的作业 这个FX跟GX是这两条斜线 请想想看下面这些选项哪一些是正确的 下面这个是简单的求值 第三题是 试着想一想 如果F是X的绝对值 然后G它是X加2-X-1 这两个函数是不是线型函数 那是不是一次函数 顺便想这个问题 另外这里有两题应用题 按个暂停看一下 那我们今天的课上到这里 是X-X-1 是X-1